大家好,今天是2020年的12月13号星期天啊,明天要开盘了,对吧?周日说点什么呢? 现在有一种现象,就是说,好像昨天因为我昨天的评论有个粉丝说, 你这样把所有的一些规律啊经验都说出来的话,那你的这个规律经验就不灵了,对吧? 对啊,就肯定是啊,但是我不说我昨天回复了,后来他把这条那个评论给删除了,就大家都看不到,对吧? 在B站,后来那我的意思,所以说我录个视频还是蛮有意义的,我觉得,就说大家如果都去按照一些经验分享的话,那这个经验肯定是不灵了,对吧? 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单个个体,我不录的话,难道别的老韭菜就不录了吗? 对吧? 这是一个时代发展的问题,时代发展了,通信工具更便利了,像我们的这些短视频啊什么的,以前十年前的话可能是一些网站,微博,文字的形式, 而现在有一种短视频更容易的形式,使大家的交流更方便了,对吧? 那么信息互通更快了,而你要求就是说不通过你自己表达给大家的话,这是没用的啊,时代在发展啊,你个人是无法和时代去对抗的,对吧? 再说另外一点就是,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,我昨天在那个回复里面说得很清楚啊,如果我把我的这些所谓的经验分享给大家, 我得到的好处大于我失去的坏处,那我一定会做,对吧? 如果我不播这些东西的话,我说的这些东西就没人不说了吗? 还有很多很多人在说,而我也得不到相应的好处,那我为什么不播呢? 对不对?我很坦率的,做自媒体,坦率真实是第一点,对吧? 就像你来看我的视频,你清理早就一本账算过了,你的损失零,没有任何损失, 你得到的任何的好处都是正收益,所以你会毫不犹豫地关注我,成为我的所谓粉丝。 我为什么说所谓粉丝?因为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可能,不存在,在利益面前不存在什么所谓的粉丝。 所谓粉丝就是我爱看你,看你说,听你说,我在你这里可以得到正收益,而我没有任何损失,所以我关注你,明白吧? 对吧?大家都赤裸裸一点的话,就更容易去理解一些事情,看穿事物的本质,你就会不会被一些所谓的规律的现象所迷惑,所搞得你焦头烂额,对吧? 其他我有些时候,我真的对这些事物我不想去发表过多的观点,因为这些都是必然的潮流的推动所带来的必然的结果。 而你一个人的力量在这潮流中根本就算不了力量,对不对? 再说了,大A市场百变不离其中,因为大A几乎是不能做空的,对吧? 在不能做空的一个市场里面,它只有通过吸筹,编故事,编舆论,编氛围,在高位,让你接货,然后再一次再低位,再一次不做任何事情,因为所有的散户都在高位。 因为买了筹码以后,他只要什么事都不做,自然而然这个票就会下跌。 因为票的本质,大多数票的本质是没有任何价值的,没有任何价值,就像荷兰的郁金香是一模一样的。 所以我们大多数的票,只要没有阻力,它自然而然都会下跌,下跌到一定程度以后,自然而然就会慢慢地踩踏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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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踏,踏踏完了以后,到了一个跌无可跌的地步。 然后国家再出一些什么的政策,或者当时的经济环境有多么的不好,还可以再到了地板,再可以挖地下室。 就像2018年,这就是为什么,这个说起来又长了,为什么2014年,13年,14年的时候会租那么多的地以后再上去,而到了2018年可以立马就上来。 因为2018年它正好碰到了一个政策的超级大利空,就是所谓的驱杠杆,所以我们的大盘才会不断地破位,破位,再破位,这个破位,破位,再破位,就导致了大量的筹码。 可以快速地回到主力的手里,所以可以快速起2019年的那一波声势。 对吧,说了说着又说了,我想起来一些东西。 所以说我不说这些东西就没有人说了吗,照样有太多人说了。 而且我说的这些东西难道就会改变吗? 可能我一个人不可以改变。 如果十个人,一百个人,一千个人去这么说,使得一万个,十万个,一百万个人都知道的话,那么所改变的是什么? 所改变的只会是时间而不是方向。 方向向上永远要向上,它到了这个位置永远要向上,只不过抱着大腿的散户多了,它的时间就变慢了。 抱着散户的,抱着主力大腿的散户少了,它上上的时间就快了而已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股可以走十年的牛市。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美股可以走十年的牛市? 难道美股,它里面的主力都是傻子吗? 都是好人吗? 难道他们每个人,老美的每个人都比我们高尚吗? 都一样的,好不好? 只不过,这是我的理解啊,给大家分享一下。 只不过美股参与的大多数是老手,金经理,几乎没有散户。 如果有所谓的散户,也是一些超级的老油条。 他们不会被所谓的技术指标给下车或者交出筹码。 所以大家群体的水平提高了以后,它就会自然而然的走出了漫牛。 怎么叫漫牛呢? 所谓的什么叫漫牛? 就是它到了一定高度以后,下调到一定的幅度以后,没有人出去了。 没有人再割肉了。 没有人割肉,为什么没有割肉? 大家都懂,你阻力这个位置,这些票都在你手里。 你一定没有出完。 你这个点到了以后,你再吸不到货了。 明白吧? 我也不抛,你也不抛,大家都不抛。 最后只能延长横盘时间。 横盘时间到了以后,你因为资金是有成本的,是有考核的,所以本来你可以赚得盆满钵满,没办法。 到了考核的时间,你只能够把它再拉上去。 你就只能够用时间换你的空间,少赚一点,我只能少赚一点。 但是我可以分着,本来我一波可以拉,举个例子,我只是举个例子。 从3000点可以拉到6000点,那么我现在只可以从3000点拉到4000点,然后再回调500点,再拉1000点,拉到4500,再拉到4500,再回调到4500,再拉到5500,再回调到4000,再拉到5000,这样。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波上,为什么呢? 因为我只能够,因为太多人懂得了我所谓的操盘的一个规律,没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了,我也没有那么好骗这个钱了,所以我只能够用时间去换空间,然后成为波浪式的上升。 明白了,他这个波浪式的上升,美股的所谓的波浪式的十年牛市,他不是大家商量好的,是因为大家的认知提高到一定水平以后,不得已产生的一个结果。 所有的市场都一定是阻力和散户博弈的结果,只不过他们的所谓的散户认知要高一点。 我们的散户认知要低一点,而随着我们互联网的越来越发达,APP的越来越流行,我们的认知也在提高。 所以你看,2019,整个2019年它的下调幅度是非常有限的,因为大家都看得懂,2018年年底已经是到底了。 所以2019年从来没有下杀的,2019年不会下杀的那么厉害,你看前几波,2012年那波到底。 到了2013年,网络股,不不不,2013年是那个创业板牵起来,然后2013年那个创业板杀了,有一波杀的非常低的。 为什么?因为当时大家还都不懂,可以被杀出恐慌盘,但是到2019年杀不出来了。 那么后来呢,后来巧合,老天爷出了一个疫情的事情,一下子杀下来,好,疫情杀下来以后,你看,迅速的反弹。 有些,那那个二月份的那个科技股反弹的成什么样子的?就像一个超级迷行啊,这就是为什么?太多人割肉,太多人认输,太多人不看好。 所以可以让主力在一个月,一个月的时间可以收集到他半年都收集不到的筹码。 那么所以可以让本来要调整半年的行情,在一个月以后直接爆发。 对吧?明白吧?所以说,我为什么说,我为什么上个星期五说,要让他调的深一点,调的深一点,那个可以谈的高一点。 那我也无所谓他怎么走,他走调的慢一点,只不过回的慢一点而已。 他调的长一点,回的慢一点,调的深,回的快,调的慢,回的慢,上涨的慢。 他调的越慢,上涨的越慢,所谓的慢牛就是这么出来了。 最后我们的市场会不会成为老美的慢牛,从现在开始没有人知道的。 这取决于我们大家的认知水平,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结果。 你一个人的所谓的说与不说,所谓揭露什么秘密啊,规律啊,经验啊,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。 这是时代在推动,你一个人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的。 好吧?大家知道我今天在说些什么吗? 明白吧,自然明白,我不想说那些,我自己觉得很low的东西,很low的东西我都不高兴去拍。 说一些我觉得比较高级的东西呢,又不一定受欢迎,对吧? 那我也无所谓,拍短视频呢,就是让自己开心,又有点收益就好了嘛,对吧? 好吧,今天就说这些,明天开班了,开班再见吧,拜拜。